头条开奖提到开会员咯 邀请您加入会员 加会员支持头条开奖 一起成为最有影响力的 华文新势力 我觉得这就是Perfect Stone 就是说刚好在发生 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 然后拜登他在度假 那但是你说这个问题 拜登他事前能不能预测到 当然我觉得 我相信是可以的 因为现在北美的极端气候 其实常常发生 那大家也知道 其实我想可能 官方朋友有的对美国熟悉的 或者有住在美国过的 大家就知道就是说 美国的infrastructure 基础建设其实没有很好 你的暖气你的水电 你的这些部分 甚至你的政府的效能 其实在 我觉得美国联邦政府是OK的 它的动能其实是很快 但州政府的效率实在是很差 市政府的效率 其实我相信更能 所以你说巴佛罗会出现 这样的一个状况 然后他就是针对所谓的 他的这个紧急宣布 我觉得一方面极端气候影响 非常非常的大 另外一方面确实在这个最冷的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里面 坦白讲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的误判 第一就是说针对程度的问题 然后第二 针对雪量的部分 我相信一定有人疏忽了 所以你看他来讲说旅游禁令 其实原本要提早发布的 那大家可能针对这个部分 还有到底要不要上班 你看很多人好像卡在路上 这样的一个状况 都发太慢了 对 就都有一些螺丝松掉的感觉 但是这螺丝的松掉 到底是因为就是说 相关人处理事情的时候 他这个在整个官僚体系里面 他用一个比较casual的方式 他就skip掉了 还是就是说在整个状况里面 你的基础建设 其实受到这个极端气候的挑战 你已经没有办法撑下去了 因为你要看到就是 美国最近一直在发生这样的问题 没电 然后还有就是整个大雪之后 城市大概就会整个 shut down大概三天到五天 你不要看 我们常常做议员的 我们常常在跟民众讲说 说老实话在台湾 停电两小时大家就受不了 但是在美国有没有 大概三五天没修好 有时候都是正常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问题里面 我觉得确实 美国的基础建设 跟美国的州政府 市政府这个level 其实他们的基础建设 真的没有很好 那观众朋友 如果拿台湾的状况 来看美国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不可能发生的事 但事实上 其实美国的国力 他们中央政府真的很强 但他们地方政府 说老实话 我真的带保留 好 不过天气这么恶劣的话 当然大家就足不出户了 可是现在疫情趋缓 那么现在当然 大家是希望能够赶快出门 透透气 介大使 那现在看到大陆方面 确实已经做了调整 1月8号起 放松边境管制入境 不必检测隔离 那国民也可以出国去 但是现在你说 出国的话 要到哪里好呢 是不是有一些国家 现在开始 特别是针对 中国大陆的居民 要到他们的国家 就开始做一些管控 做一些限制了 韩国这边呢 是说12月16号起 把中国列入检疫查验的 重点国家名单 印度方面则是24号有宣布 包括中国 香港 日本 泰国 韩国的国际旅客 去印度的话 要出示PCR检测 菲律宾则是说 可能对来自大陆的旅客 做病毒检测 但是不会完全禁止 路客入境 那么马来西亚方面呢 则是说 要跟进查验 加强数位化管理 但是没有指明是针对 中国入境的旅客 所以适用于全部的 这个国家吗 反倒是在日本的部分 跟美国的部分 看起来就好像 比较针对性 日本方面是12月30号起 路客入境的话 全面筛减 阳性的话 要接受原则上 7天的隔离 限制中港澳班机 只能够在4个机场起降 就包括东京的 成田 雨田这两个机场 还有关西的 以及中部的机场 那么日本甚至还有网友 很不满说 政府无能 应该禁止 所有大陆人入境吧 可是怎么都没有看看 日本第八波的疫情肆虐 他单日死亡的病例 438例是创新高 那为什么日本方面 好像特别特别 是针对着中国大陆呢 大师 第一个日本本身的疫情 蛮严重的 那中国大陆疫情 就是第一波 在往高峰再走 那大陆人口基数又大 所以大陆现在 这些国家对大陆 采取这些特殊防疫措施 其实从防疫的角度来看 它有它的逻辑性 跟它的这个专业思考 这个我觉得是无可厚非的 那大陆现在 这个Omicron 它基本上解禁以后 它的传播力是很快的 很多地方这个 很多老百姓都说 洋了没 洋过啊 对不对 这些都是变成日常问候口头禅 你晓得这个病毒 在传播的快速 本来中国大陆也就讲了 它的防疫单位就讲 这是一传二十的 是非常传播力非常强大 那当然中国大陆 现在这个整个做法 我觉得防疫单位的做法 最近两项措施 一个就是说 把这个病毒的定义改了 它就叫新冠感染 对 原来叫新冠感冒 现在改到新冠感染 那第二个就是说 它本身 中国大陆本身的边界管制 几乎完全移除了 1月8号起 对不对 那基本上进来就是0加3了 等于就等国门敞开 这也符合逻辑 这也符合防疫的科学考量 你本身的传染 这个感染率这么高的情况之下 那外面进来的人口的这种 可能啊 它的威胁性是相对较小的 而是你的人出去 别人会觉得你的威胁性是比较大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科学的一个判断 那所以这些措施我倒觉得就是 就是无可厚非 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也特别强调 中国是始终科学防疫的 各国防疫措施要用科学适度 要适度 不应该影响正常的人员交往才好 可是除了刚刚我们所谈到的日本之外 那看看美国呢 美国是打算对大陆旅客实施防疫新规 因为认为大陆官方数据缺乏透明度 只是还没有详细的这个规则定出来 那么除了这个美国日本台湾呢 今天就说了 从中国大陆入境台湾要在机场做唾液PCR 那么在今天的话呢 台湾增加了27000多例的本土病例 226例境外的感染病例 25死已经是连续8天攀升了 但是呢 这个蔡伟源我们要比较一下 那到底他们是科学的考量吗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来看看 那为什么泰国跟法国就特别不一样呢 因为泰国的财政部长还说 如果中国游客回流 明年泰国经济可能增加3.8% 那么呢 很欢迎这个中国大陆的游客到访泰国去 外国游客当中 陆客大概都占了大概28%了 法国这边呢 你看驻华大使馆也特别发了个微博 说张碧欢迎你们啊 中国朋友 然后有网友也表示 很好啊 很肯定啊 网友甚至说 这比日本的格局更大呢 所以呢 所以现在那就去欢迎中国 旅客的地方去不就好了吗 民进党政府的防疫政策一向很科学 但是对中国大陆来台湾的旅客 特别科学 科学到了令人不可理喻的地步 明明美国的疫情不输给中国大陆啊 美国的死亡人数是远远高于全世界 任何一个国家跟地区啊 对 美国的死亡人数已经几乎就是 六颗原子弹轰炸以后死亡人数啊 但是呢 我们对台湾对美国进来的旅客啊 从来好像都没什么管制啊 轻轻松松从以前到现在都如此 现在中国大陆 哇 好不能管控了 可以报一箭之仇 以前台湾人到中国大陆去 要隔离几天在旅馆 要隔离几天在什么地方呢 还要每天做很多的PCR 民进党官员帮台湾人讨一口气 你现在进来我要做PCR 很无聊嘛 对不对 很无聊 你台湾现在整体已经躺平了 不要以为现在我们台湾就是安全了 不是好像前几天他自己还跑出来警告啊 最近一波来了很严重喔 有没有 都是高级官员讲的咯 那很严重的以后 那你对中国大陆的态度 中国大陆还没有很严重喔 所以我是觉得在里面去掺杂一些政治元素 没什么意义啦 这样不表示你会特别科学啦 所以表示你在特别无聊 因为根本于事无补嘛 只是在做一些政治动作 卫生官员做政治动作 演起来实在是不好看的 海黄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呢 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它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呢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这一颗一颗的这个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CTI 798的代码 来上网代购